己所欲勿施於人 作者周國平 中外聖哲都教導我們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是要我們將心比心 不把自己施為惡 痛苦災難的東西強加於人 己所不欲卻施於人 隨人立己 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這種行徑 當然是對別人的嚴重侵犯 然而 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 自己視為善快樂幸福的東西 難道就可以強加於人了嗎 要是別人 並不和你一樣認為 他們是善快樂幸福 這樣做 岂不也是對別人的一種嚴重侵犯 在實際生活中 更多的紛爭 的確起於強求別人 接受自己的趣味 觀點 立場等 大致在信仰問題上 試圖以自己所信奉的 某種教義 統一天下 甚至 不惜為此發動戰爭 小致在思維方式上 在生活習慣上 在藝術欣賞上 避免的惡 出發點 就是害人 一己所欲 失於人的動機 卻是好的 是為了助人 救人 造福於人 殊不知 在人類歷史上 以救世主自居的 世界征服者們造成的苦難 遠遠超過普通的膽徒 我們應該記住 己所欲未必是人所欲 同樣不可施於人 如果說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是一個文明人的起碼品德 他反對的 是對他人的故意傷害 主張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那麼 己所欲 勿施於人 便是一個文明人的高級修養 他尊重的是他人的獨立人格 和精神自由 進而提倡 自己按自己的方式活 也讓別人按別人的方式活 現代社會是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 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 人們在精神信仰領域 和私生活領域 都享有越來越多的自由 在我看來 這是一個合理化的進程 而那些 以己所欲 施於人者 則是這個進程中的 消極因素 倘若他們被越來越多的人 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 我是絲毫不會感到意外的 來吧 我們今次是